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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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那天晚上 那一夜 你满点了一岁 哈哈哈哈 快说 看你喝醉了 然后怎么叫你也不行 我就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在你旁边看了一晚上海贼王 啊? 啊? 是不是 嗯 明天什么男人 明天什么男人 黑夜正常去 其实吧 我是有事瞒着你 我就知道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用你手机看的 把你手机看没练 然后呢 没了 没了 那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回到我喝醉的那天晚上 你会对我做什么 我会 夜沉在天 回复了手上 我夜沉在心上 美美美 漂亮 你行啊 你给我铺上针了是吧 不是我输的 那我问你 那天你送我闺蜜回家 你对她做了什么 来不及讲故事 做的答案 有最亲爱的 那天 你说真的没骗我 怎么可能呢 人生也是如此的艰难 有些事情就不要 臭小的 你怎么还要 乱与他 只唯小的 刚成落底 回头可惹 对不起 哎 如果你正在看海贼王呢 我闺蜜做到你腿上的 你会不会心动 你哪个闺蜜呀 这身材怎么好啊那个 你闺蜜身材不都挺好吗 嗯 啊 是大腿有质那个 还是背后有胎记那个 背后有胎记那个 啊 不对呀 你怎么知道他背后太近呢 先不管了 你会不会心动吧 他有没有坐在过地上 没有 他的裙子干干净净的 那他有没有穿丝腕 你问这个干啥呀 我怕太滑了 他坐不住了 他穿鱼网袜还带钻 这回摸他力够大了吧 绝对不行 你看啊 我腿毛这么长 他一坐是不加我腿毛 在这儿说他咯得慌 你烦不烦呢 他光腿 光腿纵行了吧 他洗完澡 穿上新换的裙子 光腿坐到你的腿上 你会不会动心 我 我 不会 你 分手 别想起 听我说 我之作与动心 不是因为他坐我的腿上 你猜我心吗 那你闺蜜啥事都坐我腿上呗 你 他光腿吧 我看你这样吗 我看你这样吗 你怎么来这儿了 哎呀 来找你啊 他比我回团 我还比我回团 好温啊 你怎么也这么胖的家庭 你现在是第三者啊 不要穿那么高啊 我不管 我已经把台湾的工作给辞了 我要理会在这儿 咋打心才想偷强 一遍一点啊 送你一万个理由 我们俩俩俩俩 可是我想你呢 我呢 不是不喜欢你 我只是觉得 我们两个不适合做父亲 那你跟他就合适了吗 他一个工作狂 马上我 把你放在心里的第一位 你就别说这种肉麻的话了啊 听到我想吐 哎呀 你别欺骗你自己了 你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 我觉得 我不是因为爱给你吃 是 用的 是勾的 哈哈 不管这么多了 就吃虾儿东西 我饿不吃 那你看着我吃 你惨了 现在胆子这么大了 啊 啊 那你 带我去看看你这肠胖 是什么颜色呗 你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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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所有一起 你疼 吃饭时请女性别互换 隔壁桌会有什么反应 Ready go 我会有三 哎呀老公 人家昨天晚上刚敷的面膜 你看我这皮肤怎么这么干呀 这你能拧着脸吗 你能捣着脸的 老公 嗯 你看人家口红色号 好不好看 嗯 好看 你都没有睁眼看人家 好看 哎呦 媳妇快买了 老公 嗯 人家最近开上一款包包 你看看它 你能买几个包来天天买包包 嗯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呃 我怎么能不爱你呢 买 买还不行吗 真的吗老公 嗯 买 谢谢老公 嗯 来 再过一个 老公 嗯 你忘了今天是几号吗 咋的了 几号 嗯 你再想想 不行 也不是今天日啊 那人家 人家来那个了吗 来事了 胡远二来回绕水 你们女的一天事太多了 先生给舅舅店有哥吧 嗯 不点 老婆老师的了 老公 人家想听嘛 你怎么这么不懂浪漫 行行 点一手 好嘞 嗯 好听吗小姐 好听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刚刚洗衣服耽误了点时间 没关系 原谅你 说王婶说你工作不错啊 是个大律师 嗯 你在干嘛呢 咱俩相亲 你不是应该都陪我聊聊吗 我在研究案情 哈哈 什么案情啊 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 一只狗咬你 你把他踹着 这叫不叫正当防卫 那肯定叫啊 不叫 因为狗没有学过法律 它没有法治短念 所以这不叫正当防卫 哈哈 哦 哦 说一个女的 放狗咬我你 你不咬狗 却把那个女的给咬了 哈哈 问 成不成立 壮大防卫 不成立吧 成立 啊 哈哈哈哈 秦贼仙亲王 据我观察 狗你是咬不过的 但凭你的体育 咬它的主人是绰绰有余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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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小伙你先别说吧 我是来相亲的 不是来咬狗的 哈哈 你就在这儿继续相信看看谁能回答你的问题吧 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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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 我咬王审去 不是 咬完有什么问题 记得咨询我 我可以给你打7个 你咬狗咬你 你屁呀 哈哈哈哈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来吧 刚才地铁有点堵车 啊 啊 没关系 呃 王审说你工作挺好的 是个律师呀 如果你和王审 还有你老舅一起偷东西 你忘疯 王审和你老舅偷了500万的古董 出来分了250块 请问你这种情况 属于盗窃250还是500万 那 那我应该属于250吧 哈哈哈哈 过几天 公安机关发布悬赏通告 说有谁能够提供古董失窃的线索 一律奖励50万 结果你去了 啥我就去了 我去心眼啊 那我不得问问他们说话算不算数啊 人家说话能不算数吗 啊 那我就放心 哈哈哈哈 然后你叫在童爱 还有王审和你老舅 他们坏透了 就给了我250 政府要为我做主 结果王审和你老舅都被抓了起来 请问你这种行为 叫不叫自首 哈哈哈哈 不叫吧 叫 除了自首 还是什么 还是立功 还是重大立功 哈哈哈哈 因为你把王审和老舅都抓起来 对吧 不对吧 对吧 那么请问 不是你先别问了 咱们是来相亲的是吧 啊对 那咱们接着相亲 咱别想了 我再跟你相亲 我可能要进巴黎的十家敦高墙了 哈哈哈哈 不是你干嘛去呀 我要扔手去 在里面有什么问题 记得资讯我 我给你打七折 打七折 我在里面有什么问题 还是啥人啊 哈哈 哈哈 我是罗密 我有很多静情 你干嘛